《德布希前奏曲》 吹过原野的风 这首曲子它的标题其实蛮有趣的 它是吹过原野的风 尽可能的轻巧 我想也是在印象乐派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技巧 就是它通常都不会有太持重 或者太厚重的声响 就像这首曲子 你看一开始它那个六连音 如果说你弹得不够轻巧的话 那就会变得很杂乱 而且甚至听起来声音 音色就不够干净 当你的右手在弹六连音的 这种很快速的音群的时候 左手要能够掌握出 那个负点节奏的那种韵律感 这两边都要能够配合得好 另外我们可以听到 它在中间的段落有一个 右手由上往下走的一个 五声音阶的和声 那个感觉有点像是 叶子从树上掉下来的那种感觉 就是有点坠落的感觉 所以你在演奏的时候 就是要能够掌握出那种想法 我觉得弹钢琴就是 你当你心里面怎么想的 你有想法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你就可以弹出 你心里所想的音乐 因为得不息 人们开始在太过真实的世界 练习追光主影 八月二十二号起 跟着钢琴名家 向一百五十岁的伟大作曲家 得不息之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